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做曲线生意的 他们管这个行业叫鞋饭礼 它就跟鞋票一样 我买进它 它长了 就抛出去 大家都叫我老胡 今年22岁 22岁真正当上了鞋饭子 因为是限量车鞋它会溢价 我就占了差价 一万二到一万三千人民币 八九千而且很难买到全新 过了七千万 买鞋的理念就是我买了 我就要穿 那个鞋子叫Jarron One Braid 那个时候购书价格蛮低的 那鞋子就疯涨 存了快一百双鞋子吧 就挣了十几万 球鞋近几年特别火火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HIPHOP文化的情形 那么多明星来带货 穿那个鞋子上了一个节目 我在成都和我的几个朋友 我们一起开了一家潮流集合店 酒里人是Ice 就是一个rapper 你会爱死吗 你会爱死吗 我也是爱死的很大 爱死的还有穿鞋 本来不喜欢因为他 这原价一二九九六一出来了 不买不买不好看 等待明星们一上身 这人一穿 这球鞋就蹭蹭的往上上 两天的时候一样鞋子不好看 找到四千了 然后太好看了 但是买不起了 都怪这些狗饭子 多少啊 一千 一千 九百买来的 我们是九百买来的 一听说发售球鞋了 我们去买一些黄金的马术 去二级市场卖掉 赚一笔零花钱 我现在二十岁 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我读中医 赚这个一双鞋就赚几十块钱 这双鞋赚六十吧 卖不出去就是自己亏的 就是在赌它会不会涨 期货的涨幅或者是涨跌 都要我们买家自己来承受 因为也是一个斜圈小白 什么也不懂 然后被人坑过 今天只有三十个人 然后三十个人里面 中签概率应该是三分之一的呀 我拿着那一张签 可能中签 可能不中签 它很刺激 我捧着鞋的时候 我中签的时候 那个钱来的真的是太幸福了 它不需要多少的努力 我排着四个小时 我就赚了一千块钱 我觉得鞋贩子 并不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一个名称 只不过他们都是球鞋爱好者 通过这种方式 只想要去赚钱而已